我們世間的人 不管修行還是不修行 都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希望能夠免除煩惱 希望能夠免除煩惱 從人因為有錢人沒煩惱 有錢人也煩惱 靜弱的人以為健康的人沒煩惱 健康的人也煩惱 卑微的人以為高官險要沒有煩惱 高官險要煩惱更多 於是只有修行 只有道才沒煩惱 如果往道場探頭一看 一個比一個煩惱 個個都陷煩惱下 前人點傳師都挺煩惱的 所以有時候點傳師裝也要裝一個沒煩惱的樣子 不然誰敢修啊 人生就希望免除煩惱 佛我們看不到 但是佛為什麼要做佛 沒有煩惱 為什麼要做神仙 沒有煩惱 那你就要大失所望 昌朝有一位大禪師 叫做趙周禪師 他說啊 佛是煩惱 煩惱是佛 問題大了 眾生有煩惱 佛也是煩惱 那個弟子問他說 佛的煩惱和一般人的煩惱 應該是不一樣的 佛可能煩惱普度眾生 煩惱能夠 說話說薄土為蓮花幫 煩惱地獄不空 我們眾生煩惱就是 少錢啊 少健康啊 少長袖啊 大不相同 昌朝和上說 佛與一般人的煩惱一樣 沒有什麼特別的煩惱 弟子又問 那佛怎麼免除煩惱 佛也有煩惱沒錯 但他有辦法消煩惱 昌朝和上說 何必免除 何必要免除煩惱 這就是問題 我們人都是在免除煩惱 但是我們要免除煩惱 先要了解 煩惱是怎麼回事 有拿擊中免除煩惱的方法 有沒有效 一般來講 煩惱都是有對象的 舉例來說 噪音讓你煩惱 好得不得了 噪音呢 現在這個社會 最常煩惱的人就是噪音 面對這個煩惱 你可以提出第一個辦法 消滅噪音 沒有噪音 就沒有噪音帶來的煩惱 問題是你消滅不了 不是你可以控制的 環境不是你可以控制的 大部分人都是走這種路 我消滅煩惱的來源 老公讓我煩惱 離婚嘛 老婆讓我煩惱 休掉嘛 休掉以後 你再結婚還是煩惱 小孩子讓我煩惱 斷絕關係 還是煩惱 要抽刀斷水 誰更留 而且你也不見得做得到 真不有主啊 老闆讓我煩惱 換個工作 另外一個老闆更煩惱 更糟糕 到場 你在到場 在這個佛堂混得不如意 換個佛堂混 又不同的煩惱又出來了 那你不能把佛堂消滅掉 都煩惱 所以說第一種方法 就是消除煩惱之源 這是不可能的 第二個辦法 我鬥不過你躲著你可以吧 噪音我受不了 我也不能像外面車子那麼多 我住在都市裡面 我當然不可能消滅噪音 那我躲嘛 我躲到深山裡去可以吧 這就發展出第二種 就是我不讓噪音入門嘛 那就是關閉六門 這種修禪定 禪定 眼睛 耳朵 鼻子 全部關閉 大腦也關閉 入於禪定 不接觸 六根不接觸六成 沒煩惱 這又是一種 斷圖煩惱 這是最有效的方法 修禪定 斷煩惱 但是 禪定有入就有出 門有關就有開 一定有 你關久了就自然要開 它有一個期限 入定呢 一定會出定 不管路多久 最久的期限就是八萬千 所以我還是要出 出了以後煩惱大作 聽那個 上次我們不是從 日本和西班牙各來一位道琴 西班牙那個道琴就講 他們在歐洲 在西班牙 中產階級很喜歡休息 他們歐洲有那種 天主教有那個教堂 教會專門提供人地關 一點聲音都沒有 非常的激進 一個人 一個房間 只有供應簡單的食物 進去半年 三個月 就說地關出來以後 沒辦法生存 那些 噪音都比平常大了幾百倍 沒辦法生存 就可以知道為什麼釋迦牟尼佛說 那些阿羅漢出境以後 都直接墮地獄了 抓狂了 就抓狂了 沒辦法 你想想看 那個閉關三個月出來 就要抓狂了 聞到的氣味 聽到的聲音 噢 那個刺激太大了 刺激太大了 沒辦法忍受 阿羅漢他入境幾萬年出來 還能忍受嗎 馬上爆炸了 所以 那也不是辦法 因此我們彌勒主持說的 不斷煩惱 不修禪定不斷煩惱 噪音 就讓它來吧 有這麼嚴重嗎 混蛋 進入你的生活 就讓它混蛋吧 我們對自己的心了解不夠 我們因為我們的心 跟小白兔一樣 有一點干擾就要嚇死 氣死 暈死了 臭死了 吵死了 不是這樣講的 臭死人了 吵死人了 氣死人了 沒那麼容易死 你不是小白兔 我們的心像大海一樣 不了解自己的心 一杯髒水 兩杯髒水 倒進去 一下就不見了 清淨大海 比大海還大 無量無邊 所以消化得了任何東西 你接受它就不見了 真事實 過年 我回到台北過年 從早到晚 我家隔壁 裝了一台不知道什麼恐怖的機器 噔 就開始轉 我根本沒怕睡覺啊 喊氣啊 弄台機器在那邊等人 過年他們也不在家 就在那邊 沒事三更半夜 就哭就叫起來了 而且搞一兩個小時都不停 快抓狂了 後來過完年以後 我又回去 我跟他們講 我想這次 要當面跟他講 或者是報環保局 會把這個事情解決不可 所以我就 我就開始去找 半夜喔 兩點鐘 我就跑出路跑 找到了 是我家的馬達 我們家的車車馬達 放在一樓 人家也不嫌我們了 人家隔壁被我們討了不知道多少年 根本就是我們自己就是貨源 那個時候我聽到那個聲音就很親切了 自己家裡的聲音了 一點影響都沒有 現在都沒聽到啦 最近我都聽不到那個聲音了 你說我們不能忍受噪音 真的是一念之間而已 突然間你就發現它不足為害 不足為力 一點影響力都沒有 所以你就知道我們的心多奇妙 多奇妙 沒有不能接受的東西 就是你要不要接受而已 你不接受就無法忍受 為什麼不斷煩惱 就不需要斷 還需要 而且呢 斷煩惱有一個大問題 你會煩惱 這好事啊 你不會煩惱就麻煩了 現在世間人有很多人不會煩惱 不會煩惱 他不會煩惱就好像你手摸到火不會痛 那就問題大了 對不對 不會煩惱了 沒感覺了 麻木不忍了 我們一定會的嘛 今天你聽到噪音很吵 很痛苦 真是痛苦 如果有一天有噪音你聽不到的時候 那才痛苦了 對不對 這表示你臭乙狼啊 實際 你今天是聞到臭味好臭 最可怕的事情是聞不到臭味 對不對 沒有嗅覺的 所以會煩惱就表示 但是你還有絕啊 你還有絕 本來就會煩惱的嘛 耳朵聽得到聲音 眼睛看得到東西 鼻子聞得到臭味 心也知道煩惱 哪要煩惱啊 這才正常啊 正常的事情 你說不會煩惱 有 真的有這種人 我上次 一些朋友拉我去夜店 台北有一些夜店 這個很有名叫水煙管 然後我到那邊去 水煙管那個夜店 裡面放音樂啦 燈光暗暗的 然後 圍進去啊 那個食物的臭味喔 煙霧瀰漫啊 然後音樂聲音又大 噪音 然後人講話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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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那也就算了 那種 六根的干擾也就算了 最重要是他整個弥漫了一種 頹廢 墮落 曖昧 污秽 那種氣氛 嚴重的氣氛 然後那些人都沉迷在裡面 好像 好像種個符咒一樣 噢 一點都不知道煩惱啊 我一到那裡就煩惱大作啊 因為我還正常啊 那不正常的人在那邊才待得下去啊 呃 呃呆幾個小時都沒關係 在那邊待到兩三點 啊 所以現在人是這樣子啊 呃 看電視啊 這個唱卡拉OK啦 KTV啦 那實際上都是應該是很煩惱的地方 樂死不補 他已經失去那個感官 麻木了 所以幹嘛斷煩惱 當然呢 事情來了 該解決的我們解決 不是說叫我們什麼事都不做 為什麼會煩惱 就是碰到解決不了的事情 解決 解決 能解決我們就解決 解決不了 有那麼嚴重嗎 啊 我們的心呢 可以接受一切 可以消融一切 能解決我們當然就解決 解決不了就讓他煩惱 那煩惱沒那麼嚴重 所以 今天我們來修行 不是要斷煩惱 而是要考清楚煩惱 認識煩惱 本無煩惱 本無煩惱 沒有煩惱這個東西 煩惱是很抽象的 像我剛才講 我過年聽到那個道義 都是很抽象的東西 所以 彌勒組織不修禪不斷煩惱 為什麼不斷煩惱 本無煩惱 好 我們現在開始來休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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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